在做这个节目之前 我首先要跟你温英超说一下 你别再骚扰我 我没那么多的时间陪你在网上玩 我全国各地有那么多的访民 要到我这里来 要做正事 那么今天呢 就从远道来了 两位访友是两个事 同时呢 就是他们的孩子 都已经去世了 他们一直在为孩子去世 不在了 去上法之经 到了我这里来 对吧 那么就是我们先请这位老先生 所以说 你把你简单的情况介绍一下 把你的案子 以最简谓的方式告诉大家 我是江苏人联永港市的 原来是新朴 来我这面对镜头控诉黑恶势力 杀他们孩子的共有四户人家 而我知道只有一户人家 得到了一百七十万人民币的赔偿 现在这个家属要求追逐杀人凶手的刑事责任 而其他三家被受害者 仍旧没有得到解决问题的同时 其中有一位被判了刑 另一位家属得到了国宝的通知 说你们找错了媒体 那么作为我 为了此案与你们中央巡视组沟通之后 而你们中央巡视组也去了当地 了解了案情 可至今仍旧没有得到解决 难道说 他们是找错了媒体 还是这个黑恶势力 够强大的缘故呢 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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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忧 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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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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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